为了要了解吉安乡庆丰村米亚迈部落聚会所的预定地 花莲县议会专案小组召集人黄兴 县议员迪布斯·宜赖黄灵兰等人 特别邀请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吉安乡公所人员前往现场会刊 希望县府能够加紧作业 兴建米亚迈部落的聚会所 同时也要规划好周边的公共设施 提供原住民一处新的部落聚会所 现任黄兴担任吉安乡等的时候 就向国际财政局申请七角川系上游的一块国际土地 来国用吉安乡公所来规划部落聚会所 让七角川部落聚会所有一处办理 丰延期和各项活动的好地方 同时也进行会刊 包括现任研究时依赖黄丽兰邀寄的宣服原民处 建议处和吉安乡公所来现场会刊 我们的大山桥 大山桥再上去一点 吉安乡早期在黄兴镇内 乡长安镇内有拨了一块 拨了一块像国际财政局拨了一块土地 预计要给七角川部落 就是我们的米亚麦部落 作为原住民的机会所使用 这个地点的部分将来如果能够设置机会所的话 相关的公共设施的部分 包括厕所的部分 就会一起来做建制 那将来就在大山桥最上游这个区块 能够有着力点来做公共设施跟厕所的部分 先言黄兴表示七角川部落主要是以阿美族和萨基拉族的族人 在这里居住 人口也逐年增加 先见部落聚会所可以说是相当有必要性的 希望政府能够积极地规划硬体设备和周边公共设施 给主人们一处文化传承的好地方 记得将有节省报道